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各位大家好 很高兴各位来到合必日语的频道 那要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 麻烦各位一定要记得要订阅 各位的订阅对我们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鼓励 好 那如果你要下载PDF资料 麻烦你上网搜寻合必日语 然后在我们网站里面的分享资料库当中 就可以下载了 万一你记住网站之后你找不到 没有关系 你可以用网站里面这个搜寻的功能就可以找到了 好 再另外麻烦各位加入我们的LINE Telegram 脸书 还有IG 再麻烦各位加入一下 好 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 第一个是我们N4第一回合的文法读解 问题物我们看一下 他说今年の夏 私は家族で山の中にあるホテルに泊まりました 今年的夏天 我 私は 这句话是在讲我发生什么事 家族で 各位这个家族で 这个で是表示一种状态 我们全家人的状态去做这件事情 在山里面的山の中にあるホテル 在山里面的饭店に泊まりました 注意哦 这里的短暂停留要用 那住む 是长期居住哦 所以我同学要在我宿舍住几天 来我家住几天 很多人都会用错 千万不要用错哦 止まりました 止まりました 止まる 才是短暂居住哦 所以他就等于英文的什么 stay 那住的话 sum 就等于live 所以两个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全家人都去 在山上的某一个饭店 去那边住了几天 駅からホテルの近くのバス停まで バス停2時間以上かかりました 从车站到饭店的附近的 巴士站 バス停まで 要搭巴士公车 2時間以上かかりました 从车站到饭店 要搭两个小时的公车 所以各位你看哦 这里的近く 是表示它是名词哦 这里虽然是形容词的 连用形 但是这里可以当名词用哦 来各位我们来看一下哦 形容词连用形可以当 中指形或是连用形都可以了 可以当名词的 有这几个字哦 来 遠方的 所以你看哦 遠方的亲戚 远方的亲戚 第二个 近い变成近く 或者是近く都可以 近くのコンビニ 附近的便利商店 多い变成多く 多くを望まない 我不会要求那么多啦 我没有期望那么多啦 多くを望まない 古い变成古く 就是以前的古老的 古くからの風習 从以前到现在的一个风俗习惯 遅い变成遅く 遅くまで起きている 所以这个一定要会哦 遅くまで起きている 表示呢 很晚睡 到很晚为止都还醒着 就是很晚睡哦 所以我们是很晚睡 他们是到很晚为止都还醒着哦 这个一定要会哦 好 早い变成早く 早くから出かける 从很早就出门去了 这个都是名词哦 这些都是名词哦 那如果你觉得不好背 你就这样背哦 远近多古迟早 远近多古迟早 这几个形容词才可以当 这几个形容词的零用型 才可以当成名词来用了 好 所以这个把它记下来一下 远近多古迟早 好 再往下看 好 继续哦 Bas邸からホテルまでは 細い道を30分近く歩きました 所以从巴士站到饭店为止呢 走得很细小的路 哦 各位 这个哦是表示移动的空间 三十分近く歩きました 哦 还另外走三十分钟的路 驾西人坐了两个小时的公车 还另外走三十分钟的路 才会到饭店 这个饭店有人要去吗 好 好 在哦 ホテルは小さくて古かったですが 饭店は虽然很小 又非常的旧 但是呢 中はとてもきれいでした 但是呢 里面却非常的大 所以你看哦 ホテルは跟这个は对比 饭店跟里面比啦 饭店本身是很古 很旧 然后很小 但是呢 里面呢 却非常的きれいでした 各位 这个きれい呢 可以当成干净啊 当成漂亮都可以哦 所以呢 ホテルに着くと 息子はテレビがみたい ゲームがしたいと言いました 一到了饭店就马上发生什么事 我儿子马上说 我想要看电视啦 所以你看哦 テレビがみたい 这个みたい是希望助動詞 希望助動詞 我想要看电视 我有看吗 我没看啊 所以前面的隔住詞用啊 所以希望助動詞 前面隔住詞用啊哦 那ゲームがしたい 我想要打游戏啊 玩游戏 がしたい と言いました 哎呦 都到了饭店了 到深山里面的饭店 如果你还看电视还玩游戏 你去那边干什么 卖去的好啊 对不对 結果呢 しかし このホテルはどちらもありません 哦 赞 这个饭店什么都没有 不然就没价值了啊 要看电视 要玩游戏在家里玩就好了啊 それから 然后哦 冷蔵庫もエアコンもありません 然后呢 也没有冰箱 也没有这个冷气 所以各位 这里摸 跟这里的摸 是表示病院 这两个都没有啦 这两个都没啦 このホテルは便利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が 好 那这个饭店怎么样呢 这个饭店这个和是主题 那便利ではありませんでした 这里的で 是从打变来的 打变来的 本来是便利的 对不对 然后呢 再加上一个和 这个和呢 是跟否定相呼应的和 所以这个饭店呢 虽然不是很方便 但是怎么样 山や水海でいろいろな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但是呢 可以在山上呢 或在湖里面呢 水海 各位这个字很特别 对不对 水海 水的海 叫做湖啦 有道理 水的海叫湖 いろいろな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呢 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好 那因为 できる 是能力动词嘛 所以能力动词的前面呢 也是要用が 也是要用が 希望住动词 希望动词的前面也是が 能力动词的前面也是が 因为这两个都没有做啊 能做 我没做啊 想去 想吃 我没吃啊 对不对 所以呢 能力跟想要 希望住动词呢 他们是 可以用が 不用 他们是用が 好 在房间放好行李 然后哦 这个贴族表示 然后的意思哦 把窗户一打开 一打开 发生什么事 发生呢 从湖那边 就有一个很凉的风 就这样吹了进来 少し休んでから 在我休息片刻之后呢 まだ明るかったので 散歩に出かけました 因为呢 稍微休息一下 然后呢 还很明亮嘛 所以呢 我就怎么样 散歩に出かけました 我就出门散步了 所以呢 这个に是表示目的 出门的目的是为了散步了 空気が美味しくて 哎呦 空气很 很好吃 很香 美味しくて 景色も美しかったです 那景色也很美 夜は星がとても綺麗でした 而且呢 你看哦 晚上跟白天比哦 白天看不到星星嘛 但是呢 晚上呢 星星非常非常的漂亮 ホテルにいる間は 毎日 在湖里面游泳 然后呢 虫を取ったり 或者去抓虫 然后呢 昼寝をしたり 然后呢 还睡了午觉 しました 所以各位 这个真正的动词 在最后面哦 所以真正的动词 是这个哦 しました 原来呢 我们呢 在饭店那段时间 哎呦 又怎么样 又散步 又游泳 又抓虫 又睡午觉 哦 所以呢 真的赞了哦 可是各位 讲到这个昼寝 我们知道哦 日本人是不睡午觉的哦 日本的学校 也没有睡午觉 就这样撑撑撑撑撑 撑到晚上哦 所以我跟你讲哦 在台湾 台湾的肥胖率是50%哦 肥胖率是50% 日本只有4.5% 因为日本 说实话 你去看他们中午 带的那个便当 真的都好少哦 好小一颗便当 所以日本的中午的便当 都是吃不饿的啦 那我们都是吃到饱 那个想法不一样 然后呢 他们都喜欢走路 所以他们真的 那个肥胖率 真的真的差很多 肥胖率只有4%而已 4.5% 我们台湾的肥胖率 是他们的10倍的 恐怖 很可怕哦 好 在ホテルには 一週間いました 所以在饭店的话呢 我们呢 待了一个礼拜左右啦 私たちは楽しかったね こんな生活もたまにはいいね と話しながら 家に帰りました 那我们都说什么呢 还有 楽しかったね 哇 真的很棒了 很好玩呢 这样子的生活 たまにわ 偶尔いいね 也很好啦 各位 ね跟よ 最重要的差别在哪里 ね是表示争取认同 我这么认为 你也这么认为吧 那よ呢 就是你不知道 我告诉你 たかいよ 哇 这个很贵哦 你不要摸哦 たかいね 好贵哦 有没有 所以呢 ね是表示争取认同 よ是表示告知哦 所以呢 一般的饭店里面呢 一个 山中の大きなホテル 山中的大饭店 没有啦 他刚说又小又旧啊 第二个 古いが 中はきれいなホテル 虽然旧 但是里面很漂亮 很干净 第三个 テレビやゲームが 楽しめるホテル 可以 这个享受呢 电视跟游戏 没有啊 他刚说两个都没有 第四个 いろいろなものがあって 便利なホテル 有很多东西 而且很方便的饭店 不是哦 所以答案是哪一个 第二个 哎呦 什么都没有 这样才有值得嘛 坐两个小时的车 还走了半个小时的路 来 駅からホテルまで どうやって行きましたか 从车站到饭店 他们怎么去的呢 第一个 駅から30分バスに乗って バス停から2時間以上歩きました 从车站搭了30分钟的巴士 然后从巴士站呢 走了两个小时 没啦 电动啦 那这种饭店 真正没人が来 对不对 30分钟 都没得到 第二 駅から30分バス停まで歩いて バスに2時間以上乗りました 从车站先走路到车 这个公车站 走了30分钟 然后呢 再搭巴士两个小时 没有啦 先搭巴士两个小时 第三个 我们看看第三个 駅から2時間近くバスに乗って バス停から30分以上歩きました 从车站那边搭大约搭了两个小时左右 从车站那边搭大约搭了两个小时左右 然后呢 从巴士站那边呢 公车站那边呢 走了30分钟以上 嗯 这里近く有点像啦 但是呢 这个文章里面是写 以上 那我们看一下第四个 答案喔 駅から2時間以上バスに乗って バス停から30分近く歩きました 所以答案是第四个啦 搭公车就搭了两个小时以上 然后再走路30分钟 说实话 还要走路30分钟 在コリモサラン駅啦 就是文章里面这样写啦 好 那 我们看一下第三者 ホテルについてから何をしましたか 到了饭店之后 他做了什么呢 第一个 部屋に行かないで すぐに水海に行きました 没有去房间喔 马上去湖边的 嗯 好像没有ね 他有先放东西啦 部屋に行って 夜沼でずっと休みました 好 因为去了房间之后呢 然后呢 一直到晚上都一直在休息 没有啊 他有出去散步吗 第三个 部屋でテレビを見てから 星を見に外へ出ました 好 在房间里面看完电视 然后呢 就去外面看星星 没有啦 没电子呀 没电视啊 第四个 部屋で少し休んでから散歩に行きました 但是第四个 在房间稍作休息之后 去外面散步啦 はい 三三点 こんな生活とありますが どんな生活ですか 他说有这样的生活 结果是什么样的生活呢 我们看一下喔 第一个 山で遊んだり 昼寝をしたりする生活 在山上游玩 偶尔再睡个午觉 嗯 有点像 第二个 ゲームをしたり 虫をとったりする生活 玩玩游戏 抓抓虫 没有 不能玩游戏 散歩したり テレビを見たりする生活 散步或是看电视 不行 不能看电视 第四个 美味しいものを食べて 何もしない生活 吃好吃的 然后什么都不做 不是喔 答案是第一个 第一个 在山上游玩 然后偶尔睡个午假 这种生活 才是好生活